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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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一堂课呢 跟大家讲到五重玄义的明宗 那么宗就是修道的宗旨 那么以一心三观作为修心法药为宗旨 那所谓的一心三观 我们昨天也有稍微看了一下天台的常观总图 那天台常观总图里头提到了这个藏教跟通教 它用的是西空观跟体空观 那么这是着度那巧度里头的顿根呢 那么就是次第三观 这是三观 这是次第的空甲中三观是次第的 那再来的巧度就是佛陀教我们用这种比较巧妙的或者深刻一点的方式来观察这个佛所正德的真理 那么它能够帮助我们直接度到究竟的佛陀 所以它比较巧妙 它也到达究竟的佛陀了 所以说就名为巧度 那巧度当中比较顿根的呢 就是次第三观 那比较利根的就是一心三观 次第三观 出观空观的时候呢 不知假观中观 那么接着呢 空观的时候 假观的时候 不知中观 直到中观的时候 那么才有这个三观 这次第 内容 它相互的利格爱 利别的 利而别 利就是有顺序 别就是相互有差别 它不互融 不互融 互融的意思就是 在空观中 有假观 有中观 在假观中 有空观 有中观 在中观中 有空观 有假观 那就是不利别 那就互融 那原教 那就倒过来 就刚刚讲了这样 他出起一观 任举一观 集聚其他二观 那么就是三观 一心 任举一观 那都有二三 与二观 就任运而起 或者你不任运而起 你也知道 它同时具有这二观 那所以这个是怎么 这个是说明 你能够事先 能够开圆解 那你就能够 至少在心里头 能够转 能够知道 那 这是一心三观 那一心三观呢 就是以这个 一心三观 之志 那么观察 这一念三千的 不思意以静 不思意以静 其实还在这一念当中 所以就以心观心 是这样 那么 那么呢 了之这一静 这一念三千 三千 任举一念 就是在这一念三千中的 一静 一个静 不是说一下子要观三千 也不需要 你借耳一念心 它是法界原容的 不思意心体 那在这心体之下 它起的 是这个心体 这心体当中 所生的任何一念 都不离这个一念 三千中的 一个相貌 那么就观察 这一相貌呢 智德大师在 在摩合子观讲 例如说 相性体 一座那个相 那么 了之这个相 起假名而有 因缘和合而生 本体不可得 这是最正规的 这个摩合子观里头的文句 它是这样讲 那么这个呢 就是空观了 那虽不可得 而有种种的什么呢 如幻的用 那么虽无相 而无不相 虽有相 而什么呢 而无有 虽相而无相 为什么无相 因为相的当体 它就是缘起性的 虽然是缘起性的 可是无相中 而无不相 为什么呢 因为空性中 陷起这种种的妙用 那就好像你 比如说看电影 看电影不过是 人眼睛对着一张白纸 白布而已 或者我们今天 在家里看电视 夜晶荧幕 我们看的不过是 一片玻璃 上面有各种的 色素 摆在那儿 然后呢 有电 有电偶的 那个 电极的 那个电位差 那表现出各种颜色 然后你就会看出 就有种种的相貌 这些相貌 等电影没有了 这圆一消失了 那这相貌就不见了 对吧 所以它本质上是没有 是无的 可是你正在看的时候 如醉如痴地看 对吧 所以说梦 梦 梦是假的 梦中的老虎也是假的 不咬人 可是你梦中的人就会跑 会躲避它 是吧 所以说梦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对梦中的人来讲是真的 所以它有如幻之用 那对佛菩萨来讲 对它的等流慈悲心 看众生在大梦当中 它也如幻地入这个梦来 利益众生 它如果 醒的人不能进入 那个梦中的人的梦境 那就不能帮助梦中的人 醒来 它也如幻 就是流祸认身 如幻地进入众生的大梦中 然后利益众生 它怎么能够如幻地进入 因为心去 心去一切的 什么呢 一念心去 所谓的法界三千 性相 理据四照的性相 所以它能够入众生的梦中 利益众生 是这样 那么我就知道了 这就是所谓的假观 是妙友 是妙友 那么呢 对空说 空而不空 对妙友说 那么妙友非友 总是不可思议的 中道思想 所以双遮两边 你说空 空不可得 遮嘛 遮就遮止 不能真实的存在 就遮 那么妙友 妙友不可得 妙友非友 也不可得 所以这遮 双遮 但也双遮 说他不可得 但同时又什么 有种种的像 那么说空空不可得 可是实质上 无有一物 真实可取 所以说双遮 又双遮两边 双遮双遮 所以离二边 说中道义 那么因此 从一切的境界当中 看到了他 即空即假 也不可得空 不可得假 两者也不可得 同时一切境都双遮双遮 那于一切境 双遮叮遮当中 有心的什么呢 有心的认识之用 所以这一切的存在呢 都是我这一念心的认识 所以他离于空跟有 所以具有空跟有的那相貌 空性意 不可得嘛 所以你一直取 你就起空见 放弃这个直取 那么你一磊落了 不利益众生了 你就起妙假观 起妙假 所以空跟假 空观跟这个假观 他是私意可得 那唯有中观 是什么呢 唯正相应 但是你也在空假二观当中 你一直知道 认识的心的一个实相 这个实相 欲言无误 欲说无言 那么欲举无误 你想举他 没有他 所以不可思议的中道 所以于空假二观中的观察当中 你知道有一个离空假 而极空假 双遮双照的中道实相 这是要为正相应的了 那就不是我语言能说的 但是他就是不可思议的中道实相 那么一般空中的人说法 或者有中的人说法 那有就是一个法 他遮止空 空是一个说法 那遮止有 所以空有二边 多入两边 不入中道 所以天台就是为了 空中跟有中 个别的直取 空有二边 所以才特别提出了中道实相 那也因为中道实相 难以说 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才有空中跟有中 个别说一边 来暗示的有中道实相 但他不明说 到了天台大师呢 体悟龙树的真意 他就明说了有中观 那么当然也是以中观的 中观当中的 中论当中的记者 因缘所说法 我说即是空 一名为假名 一名中道义 他还是立个中道义 那有人说不 中道义不是说 离空假另有一个中道 是说 一名为假名 因缘所孙法 我说即是空 一名为假名 因缘身法是空 也是假名 这就叫中道 所以中道不离 空跟假立中道 这是极藏三藏以下的 三论中所说 近代也有人是这么样说的 那么他就否定了天台 天台说干嘛 在空假之外 空假二地之外 就是说有中 空假二观之外 立一个中观 也就真俗二地之外 何必再立一个中地呢 这就是有学者表达了 不同的意见 我个人觉得 这个其实 录了那个深刻的理当中 是不假言宣的 我觉得有人这样质疑 那他的逻辑思维是这样子 我们也表示尊重 不过天台是 二地外立第三地 也就是中地 也就是中地 只是说这个中地呢 是离言宣 非思议可得 是这样 但他告诉你 这就是实相 所以实相 非你的心所 思 口能意 是这样 那一般人 有些人比较现实一点 思维比较具象一点的人 像东西方人 可能就会这样 他就比较难以接受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但是没有一个实体可抓 是这 可是如果不立中道义 我想中论本身 所谓的这句话 这句中论的计 三地计 我们天台家讲 都是三地计 因缘所说法 我说即是空 一名为假名 一名中道义 这个一名中道义 明明在龙树菩萨的 大制度里头 也提到了 中道实相 他不以空观跟假观 来明实相 他以中道实相 这个名词 来给予建立 这是第一 第二 在深入禅定当中 你会发现到 这一念心 真的是具足一切 而这一切 不坏缘起 也不可真实可得 所以他一定 与空观相应 可是空虽与空观相应 当下这一念心 也与什么呢 也与妙甲相应 所以两边真的不可得 所以这是实修可证的 才会说出了 中道实相这个名词 那么我们从传记上来看 智者大师曾经在说 一心具万法 具万德庄严的时候 他确实也有言议 因为这是非诗意的 当时他用说的 才二十几岁三十岁 还不到精灵 还在河南的大书山那里 跟慧师大师学 那他学了讲法华经 讲到了一心具万法的时候 他确实是有疑 那慧师大师跟他讲 这是我九旬亲政的 你不应该有疑 他这样跟他讲 可见了 这不容易说 智者大师这样的 不舒适的天才 他说到那儿 他还是要有疑 那有疑的是智者 那慧师大师 这我老师亲政的 那你就不必疑了 就是这样 事后他还要上天台山 再去亲政这件事情 所以他证完了之后 五十六岁到 玉泉寺讲经说法 他就正式的提出 三观的概念 那就是他老师所证得的 他老师证得 当时他老师坐下 有很多禅修 非常高超的 高过智者大师 可能他们的证悟 也已经高过智者大师 都说不定 当时慧师大师说 我的弟子当中 禅定最第一的 并不是 并不是这位智凯 并不是 其实还有其他弟子 然而其他弟子 没有教说 他没有证得 玄陀罗尼 所以他不能转移切法 为一个宗道师 为宗道师相所用 随处拈来都能向于 宗道师相 能够整理诸种经典 为叛教的这样子 进入这个叛教的系统来 把整个佛法做一个 完整的叛色 他不能 所以他就是有证而 证悟虽强 那个文解 那个智解 意解不够广博深刻 所以他不能成为一代的宗师 但是他自己治了 绝对没问题 所以惠施大师坐下 不只是智凯大师 一位弟子而已 只是因为他太有名 因为他是 教官双美 智解双全 血行双全 是这样 然而我们看看智者大师的一生 他到了 他三十岁到金陵来 讲经 你知道讲经 天台人讲经 也是内在自我修行 那个时候你说 他修已经完成了 我觉得这个我们不敢随便说 不过我们可以从传记上来看 他从三十岁到三十八岁 在精灵这个首都 中国当时最大的首都当中 讲经 十方各地的国际人士 来这里听他 听他讲经 确实折服于他的 什么呢 他的那个讲说 但是他仍然有两种感慨 一个感慨就是 他自己的稻业继续要生长 第二就是当时私下讲二十个人 有讲二十几个人 对二十几个人讲 有二十多个人的开悟 那么到了 后来讲 讲经讲到几百人讲了 还是一二十个人开悟 他觉得越来越没有投资效益 他就离开 离开的时候 当时的群臣重臣 长老居士 留他 他也不走 他也不停留 三十八岁之宁就来到 来到更南方的天台县 进入他梦中的境界 然后呢 那个时候呢 这个老禅师就跟他讲 你当居持当宗旨 你住在这儿 你也会在这里往生 这就是你禅修的地方 所以他建立的第一个寺 就叫修禅寺 修禅寺看过了没有 你们要回中国大陆 这个天台山上面 到塔院去 塔院的旁边一个山奥那里 还可以看到修禅寺的什么 那个石碑 石柱 还有放生池的位置 放生池现在变甜了 还没有恢复 很可惜 还没有恢复 这太可惜 是这样 他现在的修禅寺 后来到华顶修苦恨 你看他还要到华顶修苦恨 然后华顶峰上面 目前有他的军事设施 一般人不能进去 那么那里有拜金台 我们在 你上网站上去看 我们有在拜金台上照一张像 你去看一下你就知道 那很不容易的 你现在看不到了 你现在看不到他了 因为他已经军事种地 被围起来了 那在华顶 峰上面 那就是那个 那个峰是最高的 那四周有九个莲花棚 把它围住 那在最高那地方拜金 那么稍微下来一些呢 有个叫华顶修 华顶修 是这样 那华顶修也就是他 教韩国的法师 来这里学天台 天台传入韩国 早于日本 早于日本 日本是在唐中叶的时候 才有醉成大师传入日本 人家在 智者大师的时候 韩国人就直接来 跟智者大师学 是这样 智者大师要下山 要去 对那个隋王 讲隋阳帝 就是隋阳帝 后来隋阳帝 讲佛法 就在那个国庆寺的门口 遇到了 匆匆赶来 要亲近 智者大师的 这个 韩国的僧人 名字我一直忘记了 然后他就叫他讲 你上华顶峰去 就是上华顶寺去 去拜法华山魅禅 去拜法华山魅禅 所以你们今天也不要说 哎呀 我没人教天台 哪里没人教 法华山魅禅 就是老人家亲笔写的 你拜法华山魅禅 就等于他在对你说法 要从形入 不要从解入 修行一般来讲 要从形入 行当多种行 历尽队员 做事办事 那也是行 不过对再家人来讲 比较难以这样 西家带眷 忙碌得要命 是不是这样的 即便是你看 赖居士他没生小孩 也有宅宅在那里 缠绕围绕着 对不对啊 那同样道理 就是 所以说 当然你还是要专修 才好 出家人 那你专修一阵子 你就应该在大众当中 服劳役 那么呢 与力尽队员修 从慧师大师就这样了 慧师大师白天 他就操劳于事物 晚上才静坐修指观 后来有一段时间 他到深山里 才有这个机缘 有那个福报 在坟墓堆里头 送这个法华经 感得呢 文殊菩萨 现身磨顶 那你看 静与出 动与静 是一乳相调的 没有说全动 也没有全静 也没有这样 这是天台的一项修法 因为天台本来 就原法界信修 你不于一切人间的应对当中 去试着去应对 去印证天台的教理 在你心中转 那你怎么了之 一念三千这种概念 你就不够深刻 不是说不能了之 不够深刻 是这样 佛法也不离世间绝 所以这当中 也应该要有这种 这种 这种决心 也就是出家人 好 那么 这就是讲到 空甲中三观 那么有学者认为 这中观是天台中 自己立的 我在想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天台中 自己立根本没有关系 因为 因为他能够 自给自足的 完成了自己修正的 的理论 并且也完成自己的 修正的证悟 那这些语言文字 你要说是自己立的 不自己立的 佛有说没说 宇宙的 佛法的真理就是一个 你可以用各种语言来描述它 即便是天台 他呢 在中堂的时候 金西大师 金西赞然大师 就是我们 这个 这个 始终新耀的作者 他在 中堂的时候 驳斥了 这个 华言宗 这个 华言宗 的贤手宗 法相宗 还有禅宗 这三大宗派 的某些教理 但我们今天 后人来学 我们也不能够 拿着鸡毛当令箭 就呵斥他宗 我们不必 我们如果觉得我们的是高 我们也要小心翼翼的知道 高处是不胜寒 你也不一定能够体会的那么深 所以说 不要拿着 祖师的言论 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头 起真上慢 也不必 那么 你知道天台的教理 甚深 唯妙 极为究竟 那我们就要更加小心的去羞耻 对于他宗派 虽然教理的教说 荣获看起来低一点 人家搞不好他修了修入了 修入就能证悟那个 很甚深唯妙之理 也说不定啊 所以说这些都不要耍嘴皮 应该有这种观念 才是学天台的本意 才是学天台的本意 智者大师当时并不名为 并不名为天台中的创中之人 他一直到他入涅槃之时 人家都称他禅师 智凯禅师而已 哪怕是智者 其实是到中堂 晶熙大师才开始称他是智者 没有错 智者是隋阳帝 隋阳帝称他说 法师你讲经说法 智慧第一 应称智者 是这样讲他 但是在那个时代 人家智者大师 可没有称自己为智者 他只是被当时的人 称为智凯禅师 这样而已 有人念为智乙 正宗词典 那个字念凯会比较那个一点 不过无所谓 那么他只是被称为禅师而已 被称为禅师而已 所以诸位 学天台应该叫谦卑 内敛 那么不宜就是 学天台要拽了二五八万 不必要这样 也不必这样 不过一定是怎么样 不轻易的抹煞我们天台的教理的内涵 是这个 好 就关于空甲中三观 三观的一个建立 首次提出来 有必要让大家了解 因为我们现在的文献相当的多 你不免会受到质疑 天台人自己提一个中观 这种观念 我告诉诸位说 这是有本的 不是没有本 好 那么三观 然后三观的具体名相 其实出在阴若经 菩萨阴若本业经当中 这我们到时候会再跟大家提一提 阴若本业经 好 那么这四第三观 再来就修一心三观 是原教的 巧度中的立根 那么修一心三观 于一念心中三观等词 现前 等量现前 不过对于三种根器的人 他还不一定一起修 有一种人他得要怎么样 剑刺修 他知道空甲中三观 不过得先修空观 那再修什么 甲观 再修中观 这样子 不过他每修一观 知道于二观 这样了解吗 这就是剑刺修 剑刺止观 所以剑刺止观 不能跟次第止观弄混了 次第止观是 知一不知二 知二不知三 一直到中观 才知道三观的存在 就是这样 那么剑刺止观 他一样是原顿止观之一 一种 一样是 一心三观的一种 只是他是 这当中立根中有顿根 大概就我们这一类人了 大概就是我们这一类人了 我们好不容易挤上原教 这个门庭 那我们不能自认 我们是超级立根 我们最好还是当做顿根 立根中的顿根 那我们可以剑刺修止观 因为听闻而知道有三观之明 因为思维也略知三观之意 略知而已 那么接着呢 我们修的时候可以空 夹中 刺底而修 这叫做刺 剑刺的止观 剑刺加深 剑刺加深 这样诸位了解吗 好 那么就是剑刺止观 那么第二种人是什么样 他一次修一种 但不一定是哪一个 他不从空观开始修 他搞不好从中观 他搞不好是假观 他不定止观 他看什么因缘 什么心情 在什么样观境 什么样对境 他就用那个观 是这样 但是他同样的是一心三观 他同样知道一心中有三观 不过他有时候 有时候同用两观 有时候同用三观 有时候再但用一观 有时候用中观 有时候用空观 不定 这样诸位吗 了解吗 叫做不定止观 那么再来就原顿止观 那就是说 不用心做观则已 用心做观 就是三观并持 就等起 可能我们比较没有办法了 不过赞叹 赞叹一下 是可以的 是这样 所以你想想看 哪有说天台的教观不能修 怎么没有 他原顿中有善巧方便 是不是这样子 不要担心说不能修 何况还有个念佛法门 可以让我们当身成就 而念佛法门也是三观原修 也一样 是不是 你起种种的颠倒的时候 先空观为主 可是念佛本身就是假 是不是这样子 每句佛号就是什么 要原念阿弥陀佛的什么 功德利益跟什么 本愿射受 这不就是妙甲吗 那这些妙甲 不离我正念真心 这不入中观吗 所以念佛还是三观原修 对不对 不过天重有别 正起烦恼的时候 空观多用一点 那么心中磊落的假观多用一点 那么身心宁静 念得很好的时候 中观要现前 要知道这一念清静心 与诸佛无二无别 这一念清静心 要这样 我很卖力的说 不晓得大家能不能受用 那好 那么这句一心三观 见识止观 不定止观 跟原顿止观 是这样子的 好 这样就一心三观 讲到这懂了吧 懂了吧 就是以这个一心起三观来修的 那你可以见识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不定 你也可以圆顿 那这样子了解了 下面一大堆的什么二属方便了 十称观法了 那有因缘我们再说了 有人快等不及了 怎么还没入文 怎么还没入文 扫完勿造了 本来你看人家 智者大师讲法华经 结果讲了九十天 连个妙字都才刚讲完而已 对不对 天台中讲经常常都是这样 前面讲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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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不是顶多的 最后还有略过 是这样 你看摩合止观还不是这样 后面三章还不是略过 因为那理论很完整 不过对了后面 到了后面来 圣人境界 你知道名相就可以了 这里暂且不表 暂且不表是 你修到那你自己也知道了 暂且不表 是这样 重点还是在前面 但是理论很完整 这就是以一心三观 做修心法药为终 就要起这一心三观了 好 那么这个假释是论用 论用 五重悬疑的第四重 就是论用 有什么用呢 这个始终心药 到底修一心三观之后 让你修成什么用呢 修成什么样的利用 利 不是那个得利益的利 是那个力量的利 利用 烈用 你看这就是 这就是所谓的普通话 有缺失的地方 音都是一样 利用 在台语就不一样 烈用跟利用 完全不一样 烈用的烈 对吧 烈用 利用 你音你就听得很准 所以说 台语不等于台语 台语其实也不等于闽南语 它就是和洛语 它的本音应该叫做和洛语 所以它那个描写的音韵很维系 不容易让你混淆 利用 利用 利用的利 利用的利 力量的利 正三立圆融 至成三得为用 正德三地圆融 那么成就三智 那么智 这三智再成三得 这个为用 所以正三地圆融 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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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的智 什么智啊 一切智 道总智 一切总智 那成什么德啊 泄脱德 般若德 泄脱德 法生德 那就是三得秘藏 这个为用 那三得秘藏就成佛了啊 根据摄大书认说 这最简单的三得的解释 那转色运 为法生德 转受享行运 为波罗德 而为泄脱德 那么呢 转世运 为波罗德 转世运为波罗德 那这是最简单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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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得的解释 波罗德在涅槃经上面 它是没有解释 但是 这个三得的内涵 基本上是可以从字面上 来给予理解的 能够他受用 自受用 首先是从这个 这个 自受用的 专指自受用说 那就是波罗德 波罗能造建一切 生起智慧 是不是这样子啊 你佛有没有波罗德 当然有啊 是不是这样 所以他一定有这个德 而且佛的波罗德 是究竟波罗德 我们可以在阴地上 也有少分 几少分几少分的波罗 有没有 那不然你没有坐在这 听经文法 是不是 你也有一点智慧嘛 是不是 知道外面繁华世界 虽然很贪婪 但是还是空的 勉强还是空的 那我就离开他吧 来这里 窝在这里 听课吧 尤其对台湾来的人来讲 四叉 时差还没调好 冷就冷得要命 在家里多好啊 喝热茶 听惊 翘壤腿 吃饼干 那么多好啊 现在不一样啊 打板就得来 太晚来了 人家时事所事 时目所止 时子所止 时目所事 还不可以 哭哈哈 在家里的生活多好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不行不行 还是要听闻佛法 你有那个意志 是吧 你勉强自己 是不是这样子啊 这就是一种般若 愿意放下这些什么 我们习惯的贪爱 这是几少分几少分 就凭这个你将来能成佛 这个也是你的法身 你的什么呢 你的 这个这个这个 法界圆融不失意 心体的作用 知道吧 知道意思吧 也是那个作用 你才能这样子 熬 熬过来 懂吗 是不是这样子啊 你们要多发心 你看已经很多人 不能来了 上班了 把人家是性命 交给隆天 他是把性命交给老板 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你们比他 你们比他有幸运多了 那么就要好好的用心 是不是啊 真的是把性命交给老板了 你看我看那小翔 他说是24小时待命 人家科技他就得冲啊 到现场去弄东西 是不是这样子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为人类的科学求进步 其实根本基本上根本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 这只是说增加众生的贪然而已 没有办法 但是这个时代就是这样 没有办法 为了活下去过日子 也得这样 所以诸位是有闲暇之人 是难得过去有善根因缘 要多多把握 趁他们不在 学学他们 那么呢 所以说三帝圆融 这三帝 三帝圆融 以空甲中三贯 观这个一念心的一念三千 得什么呢 空贯为因 那么真帝为国 是吧 那么甲贯为因 孰帝为国 中贯为因 那么中帝为国 那么就证得什么 三帝 得什么 圆融 为什么叫圆融呢 举一帝而有二帝 而有余二帝 所以一空一切空 一甲一切甲 是一中一切中 一切物 一切物的对象 当下就是三帝圆融 它就是极空极甲极中 极 听得懂吗 就是 当体就是 不甲方便 不甲方便 当体就是三帝 三帝圆融 就是它当下 你就可以看到它 是空 是甲 是中 这个木头也是空甲中 也是空甲中 这是我一念心中所现 于实相中所现 随我的观察而存在 所以它是中帝 那么 于中帝的这个心具当中 而有种种的试照 所以它是缘起性的 对不对 它是被一棵树长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变成木头被裁成一个木头状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它里头有一粒一粒的分子 对不对 一把火点了烧 它就没了 对不对 它不是固定有的 它叫什么 它叫什么 缘起性 你的家庭是不是也这样 你的家庭是一男一女的相爱 所组合的 然后生小孩 或者没生小孩生宅宅 都可以 那都可以 然后在那里 那就是你的家庭 这就是你的家庭 那么这个家庭呢 是在你们相见之前 没有这个家庭 相见之后 过去的姻缘现前了 你爱我 我爱你 或者也不一定爱 只需要结合 所以就需要 就去结婚了 结婚两个人 他不一定相爱 你要知道 是这样子 然后 只是因为需要结婚 对方也需要结婚 那看看对方 也不讨厌 然后你也觉得 这个人还可以接受 那就结婚去吧 是这样子 有时候结婚是这样子 没办法 就是社会的压力使然 对不对 然后它就形成了一个婚姻 然后就生了小孩 然后一堆人 然后就形成了 这个家庭 那你因为有了这个家庭 你就开始注意你的经济 也开始注意你的社会地位 也开始注意你小孩子的福利 以及你小孩子上学的时候 老师好不好教 那因为要顾虑到 老师好不好教 你就会顾虑到 谁当教育部长 你又要顾虑到教育部长 你就会顾虑到 谁当行政院长 要顾虑到行政院长是谁 你就会顾虑 谁要当总统 为了顾虑谁当总统 你就要顾虑 别人的票 有没有帮你选总统 你看好累啊 这样一路就来了 你看 这缘起性就这样 搞了乱七八糟一团 有没有 刚开始要结婚的时候 一男一女还说好了 我们两个人结成 清净的佛教家庭 早上起来呢 儿子占中尊 爸爸当围挪 妈妈敲木鱼 做早课 是不是想了可好 是不是这样子 结果事情根本不是那样 对不对 事情你得要去搞到说 到底选总统 我们要去替谁拉几票 你搞到这样 完全不可抗拒 完全无法抗拒 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会变成 这就是一个缘起性 你想要清净 哪怕你结婚之前 你就已经学佛 你想要清净 都不可能按照你的意思 因为那个缘起的强度太强 所以你要知道了 要去了解 你如果不再从当中 在家拨开来 每一样都是有 都是你执取的 从当开始面对面 看了对方 你觉得你爱他 那就注定死亡 你懂意思吗 你就注定完蛋了 你就注定完蛋了 你就注定要去顾虑 最后是谁当选总统 这件事情 在这完全一贯 这就是有 有了一个开始的有之后 一下面的一切有呢 通通是执取性 通通是执取性 所以你这一执取 你就过去是无量 劫来这样执取 你从小长大的时候 爹娘也这样执取给你看 到了你自己要面对的时候 你当然自然就这样执取 这是过去无限劫来的 缘起性 让你会这样子 所以你拨不开 这个时候 你就得要当你下去观察 它的空性意 所以生活当中 也要观察空性 你要观察 我为什么这么苦 都是从当时这一面 爱而起 那就跟你老婆讲 那我们不要爱 那这样会搞成家庭革命 那你就放轻一点这个爱 你要知道这个爱在害人 那虽然它会害人 但是它也有转成静缘的可能 所以我要放下 那你要从爱开始放下 就要放下你的儿 你的女 你的家庭 你的地位 你的身份 你的生活 你的生活水平 你自己的肉体的享受 一切你都得要准备放 你想想看 有个老婆帮你煮饭 那所以你回来 就自然茶来生手饭 来张口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下次你就要这样想 还是要放低一点 将来这个老太婆 找往生的话 我日子还是得过 还是得求 还是得修行 所以我得要自主一点 彼此的越来越自主 彼此越来越相近 还是夫妻 有夫妻之名 但是相近之时 慢慢地就相近 这就是缘起性 你这样就是修行的 所以说天台教你到生活当中都能修行 就这样修 从中观甲 有甲的妙用 所以他也不坏现前夫妻的姻缘 但是呢 以空为前导 真知道了 我就是因为不空 当时看爱情不空 所以我才落得今天这样 是不是 不过这些话 更应该跟那些没办法来的人讲 他要去上班了 是不是这样 他就是因为不空 才会怎样 被抓去上班 是不是 要请假也没办法请 是不是这样子 这就是他不空 所以你们要更好心好意地跟他们讲 所以这一刹那 你就要抓住 所以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苦恼向 人家能听经理不能听 我看小翔昨天熬到好晚才回去 是不是这样子 依依不舍 我说可以回去了啦 不要这样 要就有肿一点 对不对 儿子带来你自己也来 那这样就干脆一点 不要再黏黏黏黏的 就黏那个两分钟也好 那有什么 那算什么啦 还跑来 跑到我们住的那个太虚灾 一直缠着那个 那个我们红极法师 哎呀问这个问那个啦 我看他是依依不舍 是这样 那这 这就是这种姻缘 诸位这样了解吗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正三地圆融 所以 始终新药 一开始论用的时候 这个作用能够当下 在你的生活当中得利益的 不是说 不是说等你剃了光头来修行了 才得利益 不是不是不是 光一个正德三地当中 第一地 你就能得利益 我刚刚说了 我们什么次第修嘛 是不是这样子啊 我们次第修先修什么呢 见次修 我们先修 这个甲罐嘛 空罐嘛 我们先修空罐 但是空罐同时了解甲 对不对 所以说 有人学佛说 哎呀 夫妻都是 都是那个 那个过去的 冤亲寨主来了 所以你是我的冤亲寨主 然后呢 就是夫妻就是 闹闹别扭 结果那老公就埋怨说 我老婆以前没学佛的时候 还是我老婆 现在学了佛了 佛把我老婆抢走了 他想法是这样 不是的 你当下 你修空的当下就有妙友 你知道 夫妻一场 自有过去的因缘 那现在呢 我们就不要当夫妻 要当法友 清静的法友 那么要怎么样子呢 这个这个 感情 从感情的私情 慢慢的转 妙友的法仪 这就是修第二地 所谓的什么呢 假观了 那当下你知道 就是这一面心的什么 清静心的作用 他也有 所以空甲 皆不可得 也不必说了 就是当下这一面 实相心的作用 好 那你就入了中观 那么这样子来观察 你不就是三地圆融 你的家庭生活 不也三地圆融吗 哪一天回到家里 看着儿子不乖 或怎么样不好 你也会骂他 为什么 要从空出假 如幻地骂他 来教育他 可能骂完了 你不会这样 不能看经 不能读经 吃不下 不会 骂完了 马上没事 一转身就没事了 就没事了 继续看你的经 刚刚那是从空出假 用假象来骂骂他 一转身 马上恢复什么 中道实相 那都是假的 谁是我儿啊 谁是我儿啊 今天我跟那个人结婚 生这个人叫儿 我明天跟那个人结婚 我生那个人叫儿 我跟哪一个人结婚 生的儿会不一样 基因组合不一样 是不是 所以有谁天生是我儿啊 没有 都是缘起的而已 所以锣鼓乍蟹 这场戏一结束了 各自下台 所以演一个家庭 不过是短暂的一场舞台戏而已啊 大家粉末登场 不要太当真 不过还得玩下去 还得玩下去 对不对 不然下面的观众会丢 果皮上来了 乱演一阵不行的 是不是啊 这就是从空出甲 你还得一点演 该唱精细 该唱轻衣的唱轻衣 该唱文旦的唱文旦 是不是这样子啊 该耍武功的 你就去酸跟头 是不是 你该怎么弄 你就怎么弄 但是都不要太当真 你看这就是空甲二贯的使用 所以他能利用的 他能用的 不是不能用的 不是你听完经之后 只是摆在你的笔记本上面的东西 不是 他在你的家庭生活就能用 那好了 他还是不甩你这一套 他不管你什么空甲 二贯 他就是这样闹闹闹 你还可以这样 啊 因缘未到 不过他现在在烦恼的那个性 也是什么 法界圆融 不是一心体 我就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念念 又让我这法界圆融的中观现前 空观不行了 空观都快抓狂了 对不对 空观他不跟你空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然后他现在就在抓狂了 奇妙有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你就要恢复中观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念轻轻心不为所动 他入入不动 恢复中观 所以空甲中三观 通通可用 那他就入了中道的三地圆融 所以生活中真的是可修的 怎么不能修呢 所以真的是 我听人家讲说 哎呀 天台中太深奥了 难以修行 哎呀 听了真是 令人感到可怜悯 他是可修的 不是不可修 了解吗 嗯 好 那么就是正三地圆融 至成三德 三德我们先说名相 因为文当中有 我们到文当中再来解释 三德 哪三德 第一个就是什么了 般若德 自受用 卸托德 自他皆受用 法身德 是什么呢 是实相 知性 法身 以法为身 身文人也讲法身德 他什么 戒定会 卸托 卸托之鉴 以这个叫做五分法身 是以法为身 你看哦 什么叫五分法身 我们可以这样约略来了解 你看 戒 戒 我的生活的身口意呢 通通符合了什么 不贪不染 无私无我 这样戒恨为本 清净无染 而身口意表现出这个样子 那是不是我身形在表现的 对不对 那么呢 定 我的心灵 不躁动 我对待一切事情的看法 非常的 依于定 而冷静观察 这就是我表现出来的性格 对吧 是不是成为我的身体的一部分 对不对 成为我性格 我整个人性格的一部分 这叫定德 那么呢 会 会 当然会还可以再解释一下 不过 就智慧了 不过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下一堂课继续再跟他解释一下 关于法生德 因为法生德有时候 连什么呢 这个庐山慧远大师 他都有点疑 他都还要问纠摩罗斯大师 所以呢 这个三生三德 可以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好 我们下一堂课再说 向下文长 赋予来日 我们会向众生无边誓言度 众生无边誓言 烦恼无尽誓言段 法门无量誓言学 佛道无上誓言成 自归一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法无上心 自归一法 当愿众生 深入精湛 智慧如海 自归一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总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敬度 上报四众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细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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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不阿弥陀佛 大不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